很多观众在我们节目当中 认识了目前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幼儿园工作的丹麦女外教伊瓦 节目当中伊瓦掌握了六国语言的语言天赋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不仅懂得汉语 对中国教育环境有一定的了解 还有着自己对教育的见解 那么丹麦的教育方式和中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伊瓦一口流利的中文又是怎样练成的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再去看 去拜访伊瓦 伊瓦来自美人鱼的家乡丹麦 她在没有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了解很少 认为中国依然比较穷比较落后 这也是大部分丹麦人对中国的印象 但是当她来到中国之后 才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是多么的错误 我还是觉得中国有很多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传统 不一样的人的想法可能是有点不一样的 但是人的心都特好都特欢迎了 伊瓦到中国教书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她看来中国和丹麦的教育方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我们从小不开始学习 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开始学习 慢慢的开始 就是可能是八点半开始学 然后十二点下学 回家 很早 你们这儿 从特别小开始学习 从小学已经有很多昨夜 每年有考试 我们丹麦只有一个考试 是初三是第一次考试在丹麦 孩子们没有考试 在丹麦广告等宣传媒体都是用英语 所以丹麦的孩子们从小就接触到了英语 丹麦对孩子们的英语学习也非常重视 伊瓦认为 中国的孩子们虽然也是从小就开始学习英语 但是中国孩子在英语学习中有很多的误区 学语言的时候最重要的也是说用 有什么问题语法问题 那没事 以后可以改变 重要的是用 很多中国人 很多我认识的中国人 写的英文很好 语法比我还好 知道很多语法词语我不知道 但是说不出来 在丹麦 高中生除了丹麦语 英语 历史和数学等必修课之外 还可以选修自己喜欢的专业课程 当年伊瓦选择的就是高级英语和音乐 比如说你学的是高级 你们刚才在丹麦有没有考级这一首 那我有音乐的考试是 唱歌和摊 是三部分 一个是唱一首歌 一个是和别人一起做音乐 我是弹钢琴 还有一个唱歌 第三部分是 给一个小时准备一首歌 他们给你一首歌 一个小时准备 然后和老师和一个从别学校过来的老师 谈论这首歌是怎么样写的 丹麦的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免费的 不但如此 政府还为大学生提供资金 补贴他们住房和吃饭的生活费用 中学毕业后 伊瓦考取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国际贸易专业 因为对中文感兴趣 所以伊瓦来到了中国 尽管她很有语言天赋 但是当她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 仍然感觉无从下手 拼音的发音也不一样 比如说你们的Q 英语是QQ 汉语是七 七 还有七和呲和 很多声音都一样 我觉得差不多 还有声调 很像 一开始我分不清 一声和四声 开始学字 很慢地学习 大 太 那哪个是大 哪个是太 很疑惑 现在的伊瓦 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当她和别人用中文交流的时候 大家都不相信 她学习中文 仅仅有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 她迅速掌握中文的诀窍 又是什么呢 就是多写 多练 多说 那我在中国 这是很好的语言环境 可以出去 出去练习 你好 你好吗 我叫 以往现在已经能够认识 三千个左右的汉字了 现在 她正在努力学习 中国的成语和常用语 在她看来 这是中文当中 最难学习的部分 那我也觉得 成语 这就是四个 四个次 基本上是四个次 还有 那一个 可能是有个小故事 但没什么 没什么逻辑 我们的 我们的全语 也可能是没什么逻辑 但是 是一句话 是一句 都不一样 就是中文是 四个次 太难学了 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意外在石家庄 也结识了许多的朋友 工作之外 唱歌 打球 健身 旅游 她的业余生活 安排得非常的丰富 虽然来石家庄 只有短短的一年的时间 但是她已经融入到了 这里的生活当中 她也深深地喜欢上了中国 在石家庄 有越来越多 像伊瓦一样的外教 我们真诚地感谢他们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教科连线 我是小霞 欢迎您接着收看 我频道播出的其他节目 再见 心灵鸡汤 谁冻了我的奶酪 人性的弱点 羊皮圈 闪耀着智慧的小品文 讲述着人生的哲理与信念 励志类书类书籍 对孩子的影响不可估量 教科连线明日播出 如何为孩子选好励志书